今天我在这里很高兴 每次我想到加州 这是我常常想起的一个教会 你们有很好的牧师 他常常打电话给我 问我情况如何 所以每次当我有机会 被邀请到圣地亚哥侍奉的时候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李牧师 我就提前一个礼拜来 顺便来看看你们 首先我要恭喜今天受洗的姐妹们 你们来见证这个 神圣的圣礼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再回来 这是一个好教会 有很好的牧师 也有很多可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求祢赐给我智慧 让我能够照做祢的心意 来分享祢的话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今天是复活节主日 因为时间的限制 我就让李牧师将来有机会去讲讲耶稣复活的确计 那今天我就注重在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尼哥林多前书是五章 第十七节 他说 就是说基督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能够脱离罪 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当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 我们就有接受了神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和其他人生活不一样了 我听到一个故事 听起来好像有趣 那其实也是很令人伤感的 就是说有一个爱人他们相爱的结果呢就变成彼此仇恨 还好它不是发生在美国 如果是的话 那么我想我们就不要再去看牙科医生了 是在波兰发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男人 他决定要和他女朋友断结关系 但是故事不到那里为止 不然的话 他可能就从此以后 他就很幸福的生活了 他和那女朋友断结关系之后几天 他自己有牙齿痛 所以没办法他只能够回到他的牙医 就是他的女朋友 全女朋友 那么他以前的女朋友呢就打了很重的麻醉药 当他这个男朋友醒过来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嘴里面有很多腰带 那他那个女朋友就说 我想你从此以后就要参加去看专家了 他信任他的前女友是一个好的医生 他信任他的前女友是一个好的医生 后来发现呢 他的前女友呢把他的牙齿一根一根都发下来 故事还没有到此为止 他的新的女朋友呢 要决定要从此以后 和一个没有牙齿的男人一起生活 我读了这个故事以后 我觉得我究竟要笑呢 还是要哭呢 哭笑不得 为什么有一个两个人 彼此相爱的一段階关系以后 就仇恨的这么程度呢 这就给我们知道说 当一个人彼此仇恨的时候 可以到什么程度 当然 我不是鼓励你们这样彼此相待啊 在某种程度来讲 但是在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大家都有这种仇恨心理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 基督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新的生活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是新灶的人的 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生活了 有一个关一个男人的故事 他有一个很好的女朋友 但是他这个女朋友是一个巨女 他本来是常常去看她的 那后来他就成为基督徒了 但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基督的新生命在他里面 所以有一天他经过问到他以前的女朋友 他是一个巨女 他这个巨女的女朋友就对他说,是我 你知道那个男人怎么说吗 但是我不是我 因为他现在是新的人了,他是一个基督徒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主耶稣从实体复活带给我们的新盼望 第二点 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我们基督徒复活的一个保证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二十二节 在中端上有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了 刚才李牧师有提过了 当我们每逢我们想到耶稣复活的时候 我们会回想想念到我们离开我们的先到天家的弟兄姊妹 每次当我想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常常出现在我们脑海当中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们 我非常非常想念彭弟兄 我常常想起他离开我们的那情景呢,环境呢 我都很难过 每次我想起他的时候,我心都很痛 但是在附卧节的清晨 但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还要见到他 是非常宝贵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拣选我做传道人 我老是讲呢,我不适合做传道人 就是说做一个牧师呢,常常要去看快要离开世界的人 或者已经离开世界的人 在我信耶稣以前呢,我很怕看死人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告诉我 如果你要知道你能活多久 你要看你的耳朵的尺寸 你会看见我的耳朵是非常小的 我父母常常提醒我说你活得不长久的啊 所以我常常心里想到有一天我要死,而且死得很年轻耶 所以如果我不是教徒的话,你能够想象吗 我敢去参加上世礼拜吗 我也知道有些年长的人不喜欢参加安息礼拜 可能是你啊 或者你去了,你也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我今天要对你说 如果我身为一个耳朵这样小的人 我都能够胜过对死亡的惧怕 每次你到安息礼拜的时候 你可以有一个心中的一个确计 你身为一个旧徒 你在基督里面有盼望 有一天即使你死了,你一样还要复活 不是今天这样的身体 如果人就是这个身体的话,那很难过的 李牧师今天见到我,第一件事情他就问我 你的脸究竟是什么事情啊 其实我太太告诉我 他说你的镜子,你的手不要去抓你的脸啊 一个月啊,免得家中人哪个都来问你 你的脸做什么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能够答 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不直接的,没有意识的,就抓我的脸 所以就这样的 但是将来呢,就不会这样的 复活我的身体 你就不会再问我了,徐牧师啊,你的脸是怎么样情况啊 我的父亲曾经问过我 如果我们将来从死里复活了以后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这样情况呢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要复活了 你知道吗,我父亲是癌症离开世界的 从他开始得到肺癌 后来又有脑癌 人员的时间非常痛苦啊 我就对他说 将来复活的身体不会这样的啊 不会有肺癌,不会有脑癌 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身体 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不但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 不但是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 而且帮助我们重新评估我们的生活 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五十八节说 我每天都是像自己死 I mean the brothers just as surely as I glory over you in Christ Jesus our Lord If I fought white peace in Ephesus for merely human reasons What have I gained if the dead are not raised? 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morrow we die 七章十五章 十五章第二三一到三 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二 三十一到三十二 三十一到三十二 OK 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耶稣里指着你们所花的口 记礼地说 我是天天冒死 我作当日像寻常人在以不所同野兽战斗 那以我有什么益处呢? 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这段圣经提到两种生活方式 第一个就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他天天冒死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吃吃喝喝 中国人啊就是一个吃的民族 喜欢吃东西 Whatever kind of animal with a bag facing the sky you can eat it 就是说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吃 With the bag facing the sky 哦! The bag啊 只要是背向天的就可以吃 什么东西只要是背向天的就可以吃 什么东西只要是背向天的就可以吃 我不可以吃我 我背向天的 So it's very true We are people who focus on life a lot on eat and drink 中国人呢其实很注重吃的 I'm not saying that we cannot consider eat and drink 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吃喝 My teenage daughter of 15 years old taxed me this morning 我是五岁的女儿啊今天早上又在寄这个信给我 Can you bring something back to me when you come back Go back to New Jersey 你回到New Jersey的时候可以有个带点衬的东西啊 Guess what she wants 你知道她要什么吗 你知道她要什么吗 And what Beat Jersey Not really No There's something in California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只有家中才有的 in and out burger Oh In and out burger She said I would really like to bring me back in and out burger Oh 她要许牧师带回去给她in and out的那个汉堡包 But it's impossible 但是不可能的啊 You know what I'm concerned 我怎么样回到她呢 Today I'm going to buy two in and out burger Oh 她说今天我要买两个in and out burger I'm going to put it in the freezer 我放到冰箱里面 Then I'm going to take it back to New Jersey to give it to her 我就把它冷藏了以后带回去 我以为你要帮她吃 You know what she said 她怎么讲呢 Okay thank you 她说可以可以谢谢谢谢 So even a teenager don't know what is good food right In and out burger 你知道连四五岁的孩子 大家都想吃什么东西是好 I always enjoy two TV shows on the travel channel 我常常很喜欢看那个电视局这个关于旅行的 One is the Iron Chef 一个是 Iron Chef And another one is by Andrew Simmons called Bissar Foods 我不看所以我不知道 So it's nothing wrong to enjoy something like that 你们喜欢看这些电视节目也不会错的 But the problem is if we only focus on life like that It's a problem 但是问题是如果你们的生活只是注重在这些东西的话 那就有大问题咯 We need to overcome our culture 我们有时候应该要胜过我们的这个文化 We cannot compromise our faith just because of our love of food 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喜欢吃东西 我们就和我们的信仰妥险 Do you like eating abalone? 你喜欢吃鲍鱼吗? I don't understand it How can it be so expensive? The dry one They say how many head I don't know how many head abalone can have right? 我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这样贵呢? Not only that 不但是贵啊 They put some flakes made on gold and put it on top Gold 金啊 他们还把金放到鲍鱼上面 I ask my son How can we do that? 我想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呢? When you look at so many people die in Africa 如果你看到很多人在非洲饿死啊 I know you don't like to hear that 我知道你不喜欢听这些东西 I'm a typical Chinese parent 我是典型的中国父亲 So when I found my teenage children wasted food 如果每一次看到孩子们浪费师傅的时候 I told them 我就告诉他们 Think about the poor and the hungry people in Africa 你想想非洲那些穷苦饥饿的人啊 You came to a point they really don't like it at all They come to a point they don't like it at all 到那个程度他们就很不喜欢我这样讲了 But isn't it true? 那是不是真的呢? If you excited the way how you spend money 如果你看看你怎么样花你的钱 How much money do we spend on food? 你花在吃这方面花了多少 And compare to how much money you spend for the work of God 比起你花了多少钱在主的圣工上 We think that we have a resurrected Christ 如果你想我们有一个师父我们复活的主 我们应该要活得不一样 I also have to learn 我也要学习 You know what my wife said to me recently 我太太最近对我说 When I first married you 我刚刚我开始和你结婚的时候 You look so nice 你蛮好的 You look so big 你也很瘦 You're only 110 pounds 你只有 110 pounds Look at you now 170 pounds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870 pounds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detail why I become like this 我也不要告诉你们详细情况 为什么我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 但是今天当我传这个信息给你们的时候 也再一次提醒我 也许我吃得太多 我的生活习惯应该调整一下 5分钟 而且基督的复活呢 也帮助我们 存估我们 怎么样来侍奉神 1 Corinthians 15 verse 58 哥林多前书四五章五十八节说 所以我亲爱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摇动 要常常建立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老口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我想保罗写这些圣经 不是偶然的 我想保罗写这些圣经 他想到主耶稣怎么样 从死里复活 最后用这句话来结束 不是偶然的 就是你要完完全全心全力的来侍奉主 不是单单全心全力 是常常要建立的侍奉 这是我侍奉主的第三十年 这是我侍奉主的第三十年 我知道过去几年是我最艰难的日子 每次我到圣地雅各的时候 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 曾经在圣地雅各有个好的教会 邀请我去做他们的牧师 做他们的候选人 他们那边有一百个人 本来我不想提钱的事情 但是让你们知道整个情况 他们给我一年 七万两千块 我说不错啊 如果我将来在加州退休 如果不是Costa Meza的话 那就San Diego啦 但是有一个人从 纽约西打电话来 他给我八万五个薪水 有四百个人 我告诉你们我去不是有过吗 超过一万三千 这个钱呢 超过这样多的钱啊 不是因为钱的缘故 每次我去圣地雅各的时候 我就对我自己说 如果我去到圣地雅各的话 我的生活会更好 你知道吗 当我在飞机上的时候 我想到什么吗 就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 主提醒我 你知道吗 在过去这几年 有超过二十个人接受主 如果是 就算是为了这件事情 你都值得去到那个地方 他们不是平常的那种人 他有七十多岁的人 他是在中国做教授的 当我向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对我说 很多人邀请我进共产党 我都拒绝了 那为什么我要参加教会 六个月以后 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一个非常受高教育的人 成为基督徒了 我也向餐馆的工人传福音 每个星期一 我就到那个餐馆 去向他传福音 有一天他对我说 我要做基督徒了 这个是像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或者像一个餐馆的工人 传福音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五次到六次 我也被人家 请到那个临死的人的床前 只有一个失气抑制的人 他不能够做接病 那么其他的几乎每个人 临死的时候 他们都愿意接受 我不是告诉你们我多好 但是主提醒我 如果你想到你在牛之心之心 是浪费时间的话 你只要想到这三类的权 如果不是因为你在献查 他们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接受 所以不管在牛之西发生什么事情 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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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神要我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在祷福他 藉着它的帮助 建立的侍奉祂 常常建立的侍奉祂 因为我们所侍奉的是 复活的基督耶稣 那么耶稣基督复活 对我们每个人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就是说 祂把我们从罪恶的生活当中救出来 因为祂的复活 给我们一个保证 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也让我们 重新评估我们的生活状态 中国人是吃的明珠 但是中国的旧途不一定要成为只注重赐货的人 而且基督耶稣的复活也帮助我们重枯 我们释奉神的态度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祢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 让我们今天的庆祝复活不是白白的 让我们永远记得祢给我们的提醒 祝福祝耶稣 再次你们来见证你们所爱的人接受这个圣语呀 请你们再来 谢谢你的宣传邀请 谢谢大家